當然 我想行政院長 也是代表我們政府 他這樣講話大家應該可以接受 不管我們跟美國的結盟的關係 或者是跟中國 我們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當然不能隨便賣 美國商人可能覺得 他們美國很有錢 就是說格林蘭都可以討論 要買了 然後開玩笑 我覺得比較是開玩笑 為什麼他們會突然 就是出現這樣一個提議 我覺得應該是突然 台灣的戰略地位 或者突然就是說 川普那樣子的一個思考 基本上也不符合一個 財政的一個效率 對我們來講的話 應該是比較正面的是說 台灣的一個戰略地位有被看到 它本身的價值 你有價值才值得別人購買 當然我們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就是我們連外交的部分 都希望能夠走出金錢外交 往一個價值的外交方向走 當然不可能會考慮就是說 把這個國家賣給任何人 Z9 這個議題好像在網路上 蠻多人討論的 有人說好 幫我買掉 幫我買掉 沒有 我們有人說 我們不賣 我們用送的 我們送給美國 對 趕快 趕快來把我們 就劃到你們這個保護區範圍裡面 當然這網友是一個開玩笑的說法 我覺得美國的台商的 美商的會長講這個議題 應該也是為了針對川普 最近的這些推特的發言 因為他是拿格林蘭做比較 就是他只是想要用這段話 去提醒川普說 你這個亂買的東西 不要 要有戰略的思考 如果你要買格林蘭 不如買台灣 就以戰略的位置來比較的話 台灣是比較有價值的 跟格林蘭比起來 因為美國商會的會長海爾 他還加碼說 川普有破壞大陸堅強經濟的意志 因為大家知道美中戰爭 美中的貿易戰 已經打到現在打了好久了 你不如再加碼下注 提供台灣自由貿易協定 特殊身分移民 我覺得這其實滿有創意的 淑慧 其實這個海爾他不是商人 他不是商人 他是NGO出身的 而且他是國際法的律師 律師 這凸顯了一件事情就是 美國人是怎麼看待台灣的 他絕對不是開玩笑 不是像范委員說 可能只是一個開玩笑 因為他全文寫得很長 他還包括說 反正聯合國跟G20 他的問題都不承認台灣 所以他就不是個國家 什麼什麼什麼 後面開始講經濟 如果我們買了他以後 對我們的經濟 買了他以後對我們的戰略 所以美國人根本沒有把台灣 當作一個國家 或是當作一個有獨立尊嚴 個體的這個主體 這個就會變成 讓我們台灣人很錯愕 就是過去 我們一直說 台美關係史上最好 這個史上最好的結果是說 我認為你是可以用錢買到的 我認為你是可以用錢買到的 他就很豪氣的 跟他們的總統說 不要去買格林蘭 你要台灣 把台灣跟格林蘭 放在同一個比較 天平上去比較 台灣比格林蘭有價值 可是台灣根本是一個國家 不是嗎 所以而且這個人 其實是國際法的律師 這一點讓我覺得非常錯愕 就是說美國人 到底是怎麼看待台灣的 除了表面上的政客 有時候偶爾 幾個參議員 眾議員 然後連署什麼 對台相關友好的法案以外 把真正的美國人 他們到底是什麼看待台灣的 譬如說蔡英文連任以後 他去見AIT的官員 就馬上提出來 是要不要買我們的美豬 要不要買我們 對這個就是美國人的態度 他把我們當作是生意的夥伴 還是把我們當作是洗函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是被當洗函的嗎 不曉得被當可以買賣的 我覺得這個美國 社會會長講出這一番話 我覺得我們的政府的態度 要更嚴正一點 就是說中華民國 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不是籌碼 更不是商品 是完全不可能被交易的 所以我認為官方的說法 其實要再更明確一點 蘇貞昌院長說 台灣是台灣人的土地 台灣人的國家我們不賣 這樣不夠嚴正 對 我覺得還不夠完整 要強調我們中華民國的主權 然後我覺得應該回過頭 請他修正他的說法 就是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 不只中國大陸要正視 美方也要正視 我們完全的這個主權 其實應該是要被尊重 而且要被嚴肅看待的 我基本上我覺得這一段話 其實對台灣方面來講 是一個傷害 就是說有一點 沒有正視你主權的存在 沒有正視你這個國家 然後就是很心意的 把這一種買賣掛在 手上說你是可以被交易被埋的 之前其實曾經聽過這個 可能有非常獨派的說法 有人說我志願變成 美國的其中一週 第五十二週 對 就是說甘願台灣變成是 他其中的一週 我不曉得這樣的言論 是不是在美方某一些人的身上 他聽到他覺得說 那他這個是不是在呼應 這樣說法 但這樣的說法 我覺得那完全是違反 我們國家的利益 這個也不能被接受 所以我覺得外交部也好 行政員也好 應該是要很嚴正的駁斥 然後再次強調 中華民國 我們需要的是朋友 希望美國成為我們最好的朋友 是在國際上面 我們需要的其他地方都幫助我們 譬如說現在的 WHA的大會就要召開 美方你多幫忙 不管你是官方 或者是像美國商會 這一些民間團體 大家多去遊說 這樣才是真正的好朋友 好朋友不是說 我把你買來 或是用併購說 你變成是我的一部分 這樣就不是好朋友 是 范園老師 是不是我們太嚴肅了 這個你應該可以開玩笑 其實我想就是說 他如果不是沒有具有 美國官方身分的話 那不管他有NGO 或者他是國際法的律師 其實就是他一個人 或者一個組織 或者一個商會的意見 不過當然就是 剛剛幾位的提醒是滿重要的 就是說我是覺得 蘇貞昌院長這樣已經很足夠了 因為基本上對方不是一個 就是官方的代表 如果是官方代表 當然很嚴重 不過回來講我覺得 不管是說有獨派的朋友 開玩笑說我們台灣 能不能成為美國的第52州 或者剛剛Z9說 網友說不用用買的 用送給你的 這只是呈現了就是說 大家覺得我們在這個 中國的陰影下 如果能夠有一個民主的大國 保護我們 不用被就是說 這個戰爭的威脅 或其他那不是更好 但我覺得回來講 還是最重要的 一個民主的選擇 我們這邊要的是一個 這個主權就是我們的未來 可以自己民主決定 我們這個2300多萬人說了算 我想這個部分 其實大家都有共識的話 其實就是最好的 其實這個商會的會長 還有特別提到一點 因為他覺得台灣抗疫 就是抗這個新冠肺炎的經驗 做得很好 所以他想要買台灣的原因 之一在這裡 因為台灣很棒 很強 這也是我們現在 一直在宣傳 或是一直在自我覺得 很驕傲的地方 不過除了美國之外 我們還要關心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叫做義大利 義大利已經有9172個人確診 得了新冠肺炎 將近1萬人了 然後有463個人死亡 可以說是一覺醒來 又增加很多人 然後現在義大利全國封鎖 義大利怎麼會搞得這麼嚴重 那現在甚至也有人在說 義大利是不是應該要撤僑了 因為包括你要封城 那如果這邊的地區 這個疫情越來越嚴重 我們在那邊的僑民 遊客現在應該是很少了 因為早就跟我們斷航了 那一些學生或是僑民 那要不要把他們給撤出來 我們的外交部長 吳昭燮是說有點困難 C9 當然義大利這麼嚴重的原因 很大一部分 當然他接受很多 中國人的遊客到 不管是米蘭 威尼斯 或是羅馬那邊旅遊的關係 所以他跟中國遊客這邊 這麼好的關係代表 造成他現在的疫情這麼嚴重 有些在義大利的朋友 現在還在那邊 因為有些 我自己的朋友在那邊出差 他說義大利人 其實就是深信比較樂觀 開朗 其實一開始 這些疫情來的時候 他們也不在意 就算封城了 雖然有一些 我們網路上看到有些人 陸陸續續在封城的那一瞬間 也往外跑 但是其實沒有像台灣 或者是像中國那麼嚴重 大家很一窩瘋 大家就是很有秩序的慢慢走 其實在義大利 國內的狀況 其實大家認為 一開始認為說這個疫情 沒有那麼嚴重 大家還是玩得去玩 然後該怎麼樣的怎麼樣 甚至生病的 其實也不戴口罩 甚至他們的衛生習慣 也沒有像我們之前經歷過 SARS那樣的情況這麼好 就是你要去洗手 常洗手 吃東西的時候要注意衛生安全 所以才造成義大利 現在一發不可收拾的狀況 我認為這個疫情 當然現在還在進行當中 義大利撤僑的問題 我覺得可能可以比照 像今天有傳出好消息 說武漢的台報這些 有渴望有兩班的班機回來 可以比照這樣子的模式 我覺得政府可以去考慮 開始有這些這樣子的動作 把我們在義大利的這些同胞 開始慢慢的撤回來這樣子 不過我知道義大利 他們雖然所謂全境封城 他不會像中國那樣子 封得這麼嚴密 他們其實還是可以移動 譬如說你要去上班 你有必要去上學 有一些人還是會讓你移動的 他不會說 你都不能離開你家的社區這樣子 可是戴口罩這件事 的確是東西方的文化 差異非常大 我們有很多的台僑 打電話跟我們說 如果他戴口罩出門 尤其又是華人面孔 很容易被歧視 甚至被揍 所以這個也是變成他們疫情 壓垮他們疫情 整個大爆發的最後一根稻草 有可能 不過對於我們比較相關的是 據說義大利現在 有很多的原物料是出不來 好像有些疫苗 各方面會被delay到 是不是有請副總知道義大利 因為我知道他在歐洲四國 幾年前他的經濟 現在已經一直在走下坡 一直沒有起來過 現在整個義大利 是不是就完蛋了 在歐洲的話 就剛剛提到市場恐慌的時候 在歐洲上次引發市場的關心 當然就是歐債危機 有所謂的歐洲五國 當然也是包括義大利 在政府債務的問題 是那時候最大的一個恐慌 但是這一次的疫情 其實如果以SARS的經驗 真正影響到股市 其實是半年的時間 所以的確如果 從今年1月開始起算 這一件事情 的確會影響金融市場 的確上半年都是在觀察期 而目前看到如果解決的方案 當然觀察的指標是有包括 疫情的部分是要疫苗問世 但是目前看起來 連主要的一些大廠 看起來比較有把握的 似乎有的也年底 有些甚至提到明年 所以的確現在只能是防範 防疫的來做優先 另外一個是對於市場企業的影響 跟民眾的影響 這個是目前反而 如果是在投資的角度 是影響股市大跌最主要的因素 是因為如果封城 這個對消費的影響 還有企業開工的一個影響 所以目前為什麼川普 其實對第一件事情 他是沒有對策的 所以他只能喊話 但事實上我們認為 川普其實是可以做的 因為政府其實如何是用補助 或者是比如這次台灣 也是要用國家隊的方式 其實美國的專長 在生技醫療 是全球的龍頭 應該是能夠在緊急的 對於研發疫苗的部分 如何適用整個國家的力量 否則就只能等第二條路 是讓時間慢慢淡化 讓目前好股票壞股票都跌 一直到可能必須要到4月 開始公布實際2月3月以及第一季的財報 那這些才能夠很清楚的 針對一些沒有影響那麼多的股票 我們認為是有吸收資金的一個機會 所以目前看起來的話 要度過這種恐慌程度 到底跌完了沒